欢迎收看有线新闻的学员思恒 一个22岁男人上个星期六倒饿街头 当场证实不治 警方调查之后 拉了三个男人 涉嫌误杀和非法处理尸体 其中一个疑犯黑暴蒙头 锁上手扣 腰前锁链 被达到上水粉岭围 一间独立屋重组案情 一个22岁男人上个星期六被发现 倒饿在上水马会道街头 当场不治 大部警区重组案组调查 发现死者是内地来香港 修毒石市的学生 锁定粉岭为一个单位 怀疑死者上个星期五 在单位和五个男人开派对期间 被注射怀疑冰毒之后昏迷 尸体被抬离单位棄置 警方星期一入屋搜查 捕了两个20和51岁的男人 检获少量怀疑冰毒 昨天捕了一个62岁男人 三人都涉嫌非法处理尸体 其中两人涉嫌误杀 社民连成员古斯堯被控企图煽动罪 再度申请保释被拒 案件在西九龙裁判法院处理 控方继续反对保释 总裁判官苏惠德听取申辩之后 拒绝古斯堯的保释申请 还额到下个月4日再作保释覆核 77岁的古斯堯早前计划到选举事务处抗议 出发前被警方国安处以企图作出具 煽动意图的作为等罪拘捕 政府10月底开始为楼市减纳 但未能支撑楼价 11月份本港私人住宅楼价指数 继续安悦向下并连跌7个月 不过租金指数显著跑赢楼价走势 录得10年升 洪家星报导 施政报告为楼市减纳 仍未能止住楼价跌势 猜向物业股价处最新数据显示 11月份私楼楼价指数保316 按月再跌大约1.9% 连跌7个月 继续建议2017年初的水平 头11个月计 私楼价已经雷跌大约5.5% 各类型的单位楼价全线向下 普遍跌大约1.9% 面积430至752尺的单位 跌幅更加达到2% 业内人士指出 12月开始假期较多 看不到成交和楼价有回升的动力 12月是节日假期 外游的数目都可能会比较多 直至到2月农历年头的时候 也是外游的高峰期 所以可能有机会 12月到2月这个阶段 我们的跌幅可能会收窄一些 但原因是因为可能成交量少了 现在看势头来说 暂时看不到有大起色 变到在今年年尾 去到年尾又或者下年的第一季度 楼价有个反弹 楼价走势疲弱 但是租金显著跑赢 11月租金指数报186.8 按月升0.6% 建近4年高位 租金指数已经连升10个月 累计升幅达到7.6% 头11个月升幅也超过6% 有线新闻洪嘉昇报道 政府的葵方停车场明天起 收取每个钟19元的充电费 不少车主认为收费不合理 会改去其他地方充电 张海远报道 政府逐步将电动车充电服务市场化 葵方停车场星期四开始收取 每个钟头19元的充电费 有车主说坊间按用电量收费 比按时收费更加划算 19元一个小时可以给到几度电 因为现在很多时 他们这个机器都是给到一个小时 可能三度电 即6个多的 比人家比外面快充 会拍在这里 但是不会在这里充电 我想最重要是 这个充电的钱是不合理的 在现在的市场上 最贵都是Tesla的Supercharge 都是4元左右 都要差了 有什么想法 有点接近上班 立法会议员陈兆雄都认为 应该按用电量收费 又说公共停车场的充电设备 主要为电动车续航 如果可以安装快速充电器 效果更加理想 陈兆雄有形容 现时充电设备的数量令人担心 估计每10架电动车 只有一个充电位 这个停车场有94个中速充电器 但有部分好像这个一样 贴了告示说正进行系统升级 暂停使用 坚地地城停车场充电服务 也会在星期五开始收费 其余72个政府停车场里面 超过1400个中速充电器 也会逐步收费 预计在明年年中完成 有线新闻张海元报导 垃圾征费明年4月实施 有调查说三成伤残或长期病人估算 开支比一般家庭多4倍 路向四支伤残人士协会 今个月以问卷 访问180名福康人士和照顾者 他们普遍要频密使用医疗消耗品 包括积血手套、尿片、纱布、棉栈等 九成人表示无法减少使用 有近三成人估计 垃圾征费实施之后 他们要给一般家庭多4倍的钱 去买指定垃圾袋 超过8成半人担心会增加生活开支 协会建议当局向伤残人士和长期病人 派发所需的垃圾袋 两样东西 你想想他的消耗是否一定要有这么多 那可不可以叫他不安? 即是不可以的 对吧? 另外就是说 他其他的床墊 有床墊 你又要用 我觉得我们买的垃圾袋 比一天要多很多 比平常的家庭 一个饼店店员怀疑 因为工作搬重野 扭伤腰背 向雇主请病假之后被无理解雇 他日文控告雇主 违反残疾歧视条例 雇主一方愿赔偿8万8千元 庭外和解 身杀人李施荣 自2020年任职北海道牛羽蛋糕饼店店务员 去年1月搬紫箱时 扭伤患上急性下腰痛 向总厨请三日病假 并附上医生子 总厨说公司会扣身 并安排他处理非日常职务的工作 包括搬烤盘和操作手动式 接备帐篷 身杀人之后透过评计会 入品区域法院 控告前雇主、董事和直属尝尸 违反残疾歧视条例 案件召开管理会议 评计会代表透露 双方庭外和解 雇主一方会在21日内赔偿8万8千元 广州市设立首间磁线超市示范点 除了给生活有困难的人 可以凭证换取衣服等物资 超市内也有二卖区 同时会组织二工活动 负责人说希望将超市打造成一个 全面的磁线地点 余思南报道 这间是广州市民政局和广州慈善会等 在月秀区设立的第一间慈善超市示范点 在慈善超市内设置了发放、义卖、 义工服务等5个区域 在发放区域主要是接收个人和企业 捐赠的物资去帮助贫困社群 凡持有广州困难群众贫症的市民 一年内可以免费在慈善超市 领取不超过20件衣物或生活用品 在燃卖区域 货架上放着由社会捐赠出来的 民创和生活用品 或者福利院儿童制作的 全株装饰工艺等产品 民众可以数码了解物品 所应对的慈善项目再决定买不买 慈善超市还会定期推出义工活动 鼓励大众加入义工行列 那我们希望打造一个慈善载体 有慈善服务的功能 也有慈善文化宣传的一个功能 那下来的话我们希望这个载体 做有一些附设的作用 比如说一些工艺集市 或者是工艺的文化课堂进校园 当局表示今年以来推出了慈善超市示范点实施方案 和慈善超市设施和服务指引 希望可以令慈善超市专业化 规范化和系统化发展 有线新闻余思南报导 回来新闻时间 政府和金本局就订立稳定币发行人 监本制度的立法建议展开公众咨询 稳定币属于虚拟资产 通常以法定货币为参考资产 以确保价值稳定 但亦有机会出现风险 财富局和金本局提出设立监本制度 发行人如果想在香港发行稳定币 需要先申请牌照 本身必须在香港设有实体业务 有管理层在香港 亦要符合一定资本要求 持牌人亦要制定机制 确保用户能够随时将稳定币 兑换回法定货币 当局亦都计划 为有意提供稳定币购买服务的市场 参与者定立规限 例如只有持牌人发行的稳定币 才可以向零售投资者销售 港股价其后反弹 恒指曾急升超过300点 从上10天和20天线 网易急升1成1 但仍未收复之前失地 吴文方报道 美股假期后做好 加上腾讯网易反弹带动下 港股高开221点 一开始已重上10天线 午后升幅最多扩大到333点 高建16673点 重上20天线 最终全日收报16624点 升284点 货指升幅超过2.5% 但成交只得992亿 北水淨流入12亿 今年应该是跌的 跌第四年 确实跌了四年 悲观情绪都营造了四年 你要扭转过来 不是那么容易 所以就算是足够低的估值 它开始回升 其实上回来都以为曲折 好像现在这样 反反复复 但我相信都有机会向上 内地当局为网游监管风暴降温 加上超过100款国产游戏 获批版号 旗下游戏有份获批的腾讯 反弹4% 传与动视暴雪重新合作的网语 急弹1x1 是表现最好蓝筹 但仍未收复对上一天下跌的失地 未来发布行政旗艦轎车 成为表现最好科子成份股 股价急升1x2 见3个月高 星期四举行汽车技术发布会的小米股价升4% 红海再有商船被集 刺激国际油价上升 中石油和中海油齐齐升超过3% 虽然内地宅运指数也再度涨停 但航运股亦市跌 东方海外跌3% 南筹股中表现最差 有线新闻 吴文芳报道 政府推出24小时情绪支援热线18111 为市民提供即时支援和转介服务 当一个人如果是情绪困扰比较严重的时候 其实你很难要求他很有心情 很慢慢地在网上或者其他途径去找一些资料 找帮助 特别有时候这些情况是比较紧急的 所以如果有一条叫做深入民心 英文叫做sunken 沉了下去 想都不用想的 即时已经想到个数字 可以打去的话 很多时候是在困境当中一个很重要的出路 其实就是可以真的将那个推广的功夫 就不是单是留在政府 或者在我们关心的这个委员会这个层面 而是我们真的落到社区 再加上我都希望其他的持份者 包括学校那些都帮我们做多些的推广 以致我们就真是深入民生了 医务卫生局局长劳崇茂说 情绪通热线统筹了大约20间服务机构 会24小时由专人接听 任何背景和年龄的市民 如果情绪受困都可以致电 辅导员会因应个案性质 转介求助者到最适切的服务机构 一个女人去到元朗观赏红叶 上山途中怀疑跌倒 撞伤头部 送院抢救后不治 警员在大堂山道通往丰香林一段梯级调查 中午12点多 67岁的市主和朋友圆石级走上山 准备观赏红叶 途中怀疑失足跌倒 头部撞向石级当场昏迷 由救护车送往邦外医院抢救后不治 据了解市主有患病记录 三名港人星期一在广东韶关发生车祸 一死两伤 两名伤者多个内臟受伤 无生命危险 转到月北人民医院治理 许护红在兆关报道 两个伤者星期二晚由洛昌市第二人民医院 转到月北人民医院 属于市内的三间医院 主治医生说他们目前清醒 但是伤势比较严重 有内脏器官的损伤 所以目前来讲的话 还不方便进食 涉及到多个脏器 除了这个腹腔的脏器 这个胸腔脏器 还有骨骼方面的一些问题 女患者是有多发的骨折的 因为这个具体的伤情的话 这个不便透露 因为这是属于患者的意识 月北人民医院在意外之后 也都有派出两名 包括是肝胆外科 和胃方面的专家 去到洛昌市第二人民医院 参与救治 阳方组成科学科团队协助治疗 目前未收到伤者要求送回香港 亦都会按住他们的身体情况再决定 三个香港人在圣诞节 即是星期一中午 连同另外两个人 乘坐一架韶关车牌的车辆 沿国道G535向北 驶到去平石镇梯子岭川路段的时候 初步调查说车辆越线爬头 和对面线的一架东莞车牌车辆相撞 三个人送远 其中一个人抢救后不治 出事的路段在日头时间比较多车行驶 旁边有一条的心溝 目前仍然遗留了一些车辆的残骸 涉事两架车的司机 通过酒精呼气测试 排除走后驾驶的嫌疑 据了解港人搭的并非网约车 也都不是透过港车北上计划 进入广东省的香港私家车 特区政府驻业办也都已经派员去到当地 和求助人会面 也都会为涉事的港人和家属提供协助 入境处也都会继续和他们密切联系 有线新闻 许胡虹在兆关报道 高州东南部被风暴吹袭 最少9人丧生 包括一个女童 布里斯班一间小学的屋顶被吹翻 露出隔热层 高州东岸在圣诞节假期遭受风暴吹袭 一手载着11人的快艇翻沉 三死八伤 另外一个9岁女童被洪水冲走 围体昨天找到 当地接近10万户仍然停电 预计需要几日的时间抢收 涉及吸毒案正是接受调查的南韩演员李善君 被发现在座驾内身亡 首尔警方今早接报 有人在中路区一个公园 一架私家车里昏迷 车里有炭炉 调查后证实死者是李善君 并在他家发现疑似遗书 李善君早前卷入吸毒丑闻 被指多次在夜店女公关的家 吸食大麻等 李善君公称受到女公关欺骗 在吴知情下吸毒 他两次弱检都是阴性 48岁的李善君代表作 包括奥斯卡得奖电影《上楼记生族》 飾演有钱人家的爸爸